陳志涵我給你請教一下 陳志涵氣炸了 不僅是罵人家沒有禮義廉恥 他還說他薪水沒有很高 他跟他先生在民眾黨裡面 加起來有人說是領三四十萬 他很生氣 他說以我的工作時數來說 付出跟所得是不成正比的 我甚至覺得去做店員都比較高 我每天沒有幾個小時在睡覺 這是陳志涵的說法 對比於他們之前是怎麼樣酸林非凡 林非凡八萬被他們笑多久 請問一下陳志涵你這個戰狼小姐姐 你出了這麼多包 你現在薪水到底是多少 沒有那麼高 講得好像林非凡每天都沒事幹一樣 不在睡覺 民眾黨不是說都說自己很窮嗎 你看陳志涵的說法其實很有趣 沒有三四十萬那麼高 那到底多少 老實講我們不知道他的秘密 搞不好秘書長也不知道 到底薪水是多少 我不知道 搞不好還是後來有調過 因為老實講套一句 秘書長有薪水嗎 有 有沒有三四十萬這麼高 沒有 不是套一句他們之前回應謝利公的說法 說你現在又不在黨內 你怎麼會知道黨內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調整 但是拿來說我的工作時數 跟我也認識很多人覺得說 我的價值應該有多少 我領得不到我的價值 這個老實講那個都是口水 但我覺得我自己在觀看民眾黨的狀況 其實變成是現在圍在柯文哲身邊的人 其實所做的事情或所說的話 是不是有些人只希望得到柯文哲的肯定跟柯文哲的目光 那當然那如果你要做這些 估計就可以零三四十萬 那會不會有一些人 因為希望得到柯文哲更多的肯定 或被柯文哲看見更多 而因此摒棄了其他的聲音 跟你不一樣的聲音 這就是為什麼你現在看到有一些人離開民眾 其實老實講 我們今天討論到這邊 我以為我在討論八點檔你知道嗎 或是討論公鬥劇 結果不是我們在談的是一個中華民國的政黨 號稱說他今天是一個國會的第三大黨 今天陳志涵有回了這個謝利公一句話 回了利公兄一句話 那你看看你在做祕書長的時候 你做了多少事 我老實講我覺得怎麼會 到最後回來評判的居然是說 你做多少我做多少 你做多少我做多少 我們在談的是一個政黨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很多事情 不是在針對事情 我相信今天蔡壁如或是你說在乎的 我來跟你請教 王毅川 搶救王毅川大兵的時候 黨有給他什麼資源 他們還不是傻傻的全臺 這樣心急一震旋風 他還不能募款 還是那兩個螺螺在那邊弄的 我講我講一個 人家有在計較什麼事情嗎 我最後十天還不能上通告 對啊 他不能上通告 我們節目給我 他就在乎 結果沒罪名的對不對 奧奧奧 但我講一個 我講一個 我講一個觀眾 你看民進黨為什麼要拚 他在說我沒有領那麼多錢 你秘書長你做多少事 有這樣噴人的 我講一個觀眾可能不知道 因為他們不是搞了那個活動 搶救宜船大兵 然後搞完 多十趴的政黨票 我跟你講 多十趴是後來是算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節目上的時候 包含他包含那個鄭浩 他們都有講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不成功 我們到底為這個黨能夠帶來什麼 你知道嗎 這句話其實我當時聽到的時候 我是有感覺的 就是說他今天做了這麼多 他今天只在乎 他不是說我今天多累 我今天怎樣怎樣 我得到什麼 而是他覺得說我今天做了這些 我到底能夠幫到多少 他沒有被排進安全名單 他難道會很開心嗎 難免有點落差 但你怎麼化悲憤為力量 是不是 你是不是化悲憤為力量 沒有悲憤 只有力量 所以王志安可能在聽你抱不平 搞不清楚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現在對民眾黨本身來講 你會現在看得到是 柯文哲他是不是被周邊這一些 他想聽的話給包圍住 沒有我想要請問你 因為你跟黃山是蠻熟的 蔡壁如跟黃山到底有沒有心結 蔡壁如有機會回來中央嗎 柯文哲說他要走一個程序 他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嗎 他還要看黃山山的臉色嗎 那天被問他要不要接中央委員的時候 其實中央委員後面還有連帶一個問題 是說會不會進入黨團裡面 那你光看黃山的那個回答 他說黨團都是自主的 然後中央委員那一塊他不知道 但是你光看後面那個自主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第一個 我認為就是切割 第二個 我們自主的我們不需要上面再派一隻手來 不需要嗎 意思就是說你要派人來 我要不要也是要我們來決定 這個話我覺得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現在講說我黨團自主 他是這樣切 所以黨主席也不能說三道四 你問我說他們是不是有不合 我只能這樣說 就我自己所知道的是 在後來柯文哲的幾個 包含民眾黨的重要選舉裡面 蔡壁如就我所知道 並沒有參與到決策 並沒有參與到決策 那他今天到了台中去的時候 你看其實蔡壁如在說話裡面 他也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中央委員的這個職務 在哪個地方都可以 他也沒有告訴你說 他一定要回到北部裡面去 那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外界為什麼總認為說民眾黨 這種所謂的內部不合 或者是內鬥的事情 永遠都會在這上面打轉 那你每天在那邊強調就是我要監督 我要改革 如果連黨內部你們都處理不好 連黨的內部都是這樣 誰今天離開了 你就是非我族類 你是跟我是不同掛的 然後通通都要用這種 你做多少我做多少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那我老實講 你的黨的這個高度 其實是會被人家質疑的 好你是不是已經 阿川兄你是不是已經遇見了 民眾黨可能分裂 蔡壁如他跟林濤合體 林濤是選後第一個抓沾犯抓出黃珊珊的 蔡壁如就笑嘻嘻跟他合體 人家讚男小姐也是罵林濤 蔡壁如笑嘻嘻跟他大白話 所以接下來 你覺得民眾黨就是要分裂了嗎 蔡壁如最好回去的職位 就只剩下黨主席辦公室主任 這就是他最適合的位置 其他沒有適合的 你叫他留在台中 盧秀恩不會用他 蔡壁如你別傻了 真的嗎 盧秀恩的個性不會用你 你別傻了 如果要用你不會傳出你要當副市長的 隔天盧秀恩直接宣布叫證召新 他就讓他再曖昧一下 他沒有 他直接宣布是證召新 那你現在蔡壁如留在台中做什麼 你有票是因為盧秀燕讓你有票 盧秀恩封殺你 你什麼票都沒有 因為台中沒有人百里 你搞清楚 你那個什麼面子 印兩面的 你剛才為什麼印兩面的 條工的嘛 就試看看說 如果我嚇柯文哲的這張噴下去 到我看會噴不下去 柯文哲那一面噴不下去 你也在試嘛 這種做文宣人都知道啊 印兩面一邊印美女 一邊印我的照片 分給人家先分美女的 然後人家就拿了 結果翻過來 嚇爆 嚇到 這是文宣的手法嘛 所以蔡壁如我建議你 不要再說那麼多 你就是回去做這個黨主席辦公室 的主任 那至於剛剛 剛剛講什麼民眾講堂 那民眾講堂 很好笑 五個小時前說 沒有啦 那個聚會是北部的 中部跟南部都有辦 請大家不要在那邊帶風向 然後過了一個小時說 哪有 北部有通知蔡壁如 通一個臉書 通一個網站 所以到底是誰在帶風向 今天我想 今天像謝利公或者蔡壁如 他們一定邀請名單 一定是群組發 但是他們有過例哪些群組 沒有謝利公 沒有蔡壁如 那個地方才發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在職場上也常常用 成立一個老闆不在的群組 全部兵兵兵兵兵 有所謂傳作老闆在的群組 所以大家要特別去出名 所以他那個辦的不是辦一桌 那看怎麼二三十桌 一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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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要找謝利公 跟蔡壁如不在的群組群發 所以謝利公有在那個什麼 市政國政顧問團裡面 他們有成立一個沒有謝利公的國政顧問團 所以你當然沒有收到 你回去看也是沒有 因為那個群組現在停擺了 一定還有一個新的群組 我跟你講 民眾黨怕這樣摸四年 摸到這樣奇怪 最主要是這樣 他們當時就是把國民黨民進黨 一些就是說 在這邊發展不愉快或什麼 有事之事 全部集中進來 可是謝利公不是 就是說在別的黨 他是懷抱著期待加入 對 我知道有些是 我還提早辦退休 對啊 有些是有理想 有報復的 覺得白色力量 覺得藍綠一樣爛的 有一些是這些 就這樣抓起來 因為他們的精神領袖 只有柯文哲 下面的人是沒有辦法組起來的 那當然大家要去 在圍在柯文哲旁邊 有人圍住了 有人圍不進去 那當然彼此就會開始 拉幫結派 然後就成了一堆一堆一堆 那你現在看得出來就是 最後那八個人 那八個立委 就是最後取得權力的那八個 那另外一個再加一個 柯文哲 其他的 在這一個民眾黨裡頭 基本上什麼都不是 不過我覺得 因為民眾黨 在最近這一段時間 很喜歡談貢獻度 那既然這個是感恩參會 邀請了這一些網紅 我覺得對於民眾黨 現在還在黨內的那些政治 那些有志之士 或者是希望在民眾黨 有些發展的 你可能要想清楚 可能對於你的黨來說 你們的貢獻度 跟網紅的貢獻度上面來講 他們會比較認為網紅的貢獻度 比你的高 那當然啊 館長繞一群人 在這個凱達哥爛大道前 有沒有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 我一直在強調 我們現在談的叫做政黨的發展 政黨本來就是你覺得 有共同政治理念的 現在看起來 網紅可能比你們這些 真正在幫他做政治的 這一些人來講 還更值得被民眾黨的黨中央來感恩 嗯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